做生意不是你这样做的 你这样做生意太辛苦了 而且赚不到钱 所有能做大生意的人都懂得游戏规则 四个位度 这个道理你如果懂的话 你这辈子都不会太穷 是吗 我买了很久 所以他你听不懂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有四个兄弟 老大做了一个卖鸡蛋的生意 跟你一样 卖鸡蛋的生意 他去市场上去买了一只鸡回来 然后花了50块钱 然后这只鸡每天可以生一个蛋 这个蛋卖给收购鸡蛋的人 他可以卖一块钱一个 他一年能赚多少钱 365 是吧 你二哥也去做了卖鸡蛋的生意 跟老大的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不去买鸡 他去租鸡 他给市场上老板说 这个鸡多少钱租一年 他说10块钱租一年 10块钱租一年 他租了5只鸡 花了50块钱 那他一年赚多少钱 1800 20块钱 就是5乘以365乘以1 算的比老大多 是吧 好了 你家老大老二都赚钱了 是吧 你三哥也要做鸡蛋生意了 都做鸡蛋了 但他跟你的大哥二哥不一样 他怎么做 他同样去租了母子鸡回来 他租回来之后 他不一样 他先跟他收鸡蛋的人说 老大老二都是一块钱一个卖给你是吧 对 我0.8毛钱一个卖给你 便宜一点 他给那个收鸡蛋的人这么说嘛 那收鸡蛋的人会不会开心啊 挺开心的嘛 对吧 但是有个要求 你得先支付我一年的鸡蛋费 1820块 那我有点不愿意 收鸡蛋的人就不愿意了 对吧 对啊 没事 你就担心我这个鸡蛋不能及时供给吧 我老大老二 做担保可不可以 就放心一点吧 是吧 第二个 我给你签个合同行不行 那就放心了嘛 是不是 好了 他就拿到了1820块钱 拿着这1000多块钱去租了182只鸡 这么多鸡 他一年能赚多少钱 182乘以365乘以0.8 疯了 5万多块钱 这么多吗 买鸡蛋能卖这么多钱 一年啊 到你了 到我 你的大哥二哥三哥都不咋的呀 你知道你怎么 你要比他们赚了更多 10倍20倍30倍 知道怎么做吗 我教你啊 你这样啊 你把你大哥二哥都集合起来 你说 兄弟们 我要开始创业了 我也做鸡蛋生意 但是呢 我希望你能够跟我合伙一起 干 怎么干呢 每个人给我1000块钱 就说又入伙了啊 那都是亲兄弟 他们当然可以支持你啊 3000块钱拿到手 租了300个鸡 然后干嘛 乘以一年能赚多少钱 不用算了 这个不是你应该赚的钱 你拿了这300只鸡 跟那个收鸡蛋的人说 用三哥的方法 给它套回来 一年的鸡蛋费 那就是什么 300 300只鸡乘以365 乘以0.8 多少钱 8万多块钱 这么多吗 对 8万多块钱 你可以租8000多只鸡 这8000多只鸡呢 8000多是不是很多只啊 那肯定啊 好仓库 一满仓库 一满仓库了 对吧 去银行 等价1比1贷款 再贷8万多块钱 可不可以带到 贷款贷款贷回来之后 又租8000多只鸡 那你一年的收入是多少 你有多少只鸡啊 16000多只鸡 乘以365 再乘以0.8 一年多少收入 你算得出来吗 200多万 200多万 我想都不敢想 你要敢想啊 200多万其实不多 你还可以赚得更多 比如说 你是不是规模越来越大 然后你的亲朋行业 是不是给你入伙了 你的湖盆购业 是不是想跟着你一起干 你一年赚两万多万 人家不跟你干个谁干 是吧 然后你就搞点股权 分一分 是吧 最后生意会越做越大吧 然后来你这里 进鸡蛋的人会越来越多吧 来进鸡蛋的 是不是都开车来的 你跟他说 到我指定的加油站去加油 有5%的优惠 他们会不会去啊 当时蜂拥而是去那里加油了吗 对吧 然后你到加油站去 跟着一谈 你拿到了10%的优惠 你赚了多少个点 对 你这下算对了 5个点 这是不是赚的钱了 规模越大的时候 边际效应越大 明白了没有 有一点点懂 所以说 你赚这个辛苦钱 是因为你不懂四个字 商业模式 你要把自己的优势 尽可能的激发出来 匹配更多的资源 然后让更多人受益 这叫做商业模式 你听明白了吗 你住这里吗 对啊 鸡蛋便宜给你了 交铺贵了 其实我也在你三哥的阶段 你好好想一下 你现在还是你大哥的阶段 我是你нул这一点 因为这个你就不会 优,先吃两家 Mais ok